夏天海边细水不小心被水母遮伤 疼痛感令许多人难以招架 而台东的阿美族人相传着一招检疫的急救方式 就是利用高温的沙子和石块来热腹舒缓 就连伤疤都会不见 但医生仍建议 每个人对于水母的过敏反应并不相同 最好还是就医 天下日民众到海边细水消暑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水母遮伤 伤口的疼痛及灼热感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招架得住 生活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台东阿美族人 对于这一点可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们有一步妙招解方 就像大太阳的时候 在这个沙滩这边用沙来抹一抹这样子 抹到我们皮肤全部都很像热热的这样子 他呢我们皮肤抹到热热的时候 然后就又下海 给他把那个沙洗掉 夏季期间 跟东海岸水母数量多 部落族人下海捕鱼 难免遭到水母遮伙 长辈们传授的热敷急救法不仅有效降低疼痛感 对付伤疤也有效果 而医生也表示 适度的高温浸泡能有效综合水母酸性蛋白 人提到说可以用热杂 但医生也强调海力的水母种类反多 每个人对于水母的过敏反应并不相同 万一被水母遮伤 最好还是到医院检查比较安全 继续小家会台东市报道 好